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莱财经 相比稳步放缓的CPI 今天公布的零售数据更受市场关注 因为美国7月PPI全面降温 年内服务成本首次出现了下滑 CPI基本符合预期 通胀下行的趋势进一步确立 然而7月非农失业率 制造业PMI等一系列经济数据 则释放了衰退的信号 市场焦点逐渐从抗通胀转向了抗衰退 作为消费者支出和整体经济活动强度的关键指标 今天公布的零售数据将提供更明确的经济信号 好消息来了 美国7月零售支出增加 显示通胀降温和收入增加 继续推动家庭的消费能力 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经积极性因素调整后 上月零售额较前月增长1% 与6月份相比这是一个强劲的回升 6月份的销售数据被修正为下降0.2% 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 7月份零售额将增长0.3% 数据非常的亮眼 但是背后有两个隐忧 第一 7月Prime Day的促销活动 可能对在线零售的零售数据产生影响 而在前瞻指标中 美银信用卡消费数据备受关注 机构报告显示 7月未调整的总卡销售额同比下降0.4% 美国二季度信用卡预期率超过2019年 超过10%的信用卡债务预期超过90天 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零售额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最大环比增幅 但这已经是统计局连续第八个月对前纸进行了下修操作 经济软周六的观点仍需更多数据支撑 美银警告 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前几个月零售数据的修正情况 今年以来 零售数据和非农就业报告经历了大幅的修正 当月强劲的数据往往会在下个月被悄悄下调 而投资者一般不会关注修正情况 所以股市先涨进 今天 劳动力市场方面也有好消息 截至8月10日的一周内 出请市益人数为22.7万人 比前一周减少了7000人 低于23.5万人的市场预期为连续第二周下降 至7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应该会进一步强化这样一种观点 即7月非农就业报告 可能确实受到巨峰贝利尔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市场将继续保持弹性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迪克访客称 考虑到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以及央行政策的滞后性 美联储不能冒险太晚放松政策 对9月降息持开放态度 市场基本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份的会议上降息50个基点 年底前降息100个基点 但是这种预期可能过于激进 零售销售增长的轨迹只向经济软着陆 预计美联储的降息步伐将是缓慢而稳定的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 沃尔玛发布财报 第二季的营收净利润双双丑一期 上调全年业绩指引 市值接近5900亿美元创下新高了 现在是全美第12大市值的公司 在良好的宏观环境 以及自身运营效率提高的双重加持下 营收增长4.8% 运营利润增长8.5% EPS增长9.8% 主要是授予毛利率增长 以及高利润率的商务会员和电商板块的高增长 电商增长21% 年度营收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 未来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营收能够保持增长 业务结构不断的优化 利润增速就有了保证 也就造就了目前的高估值 沃尔玛上调全年指引 对美国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衰退警报拉响之际 沃尔玛作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 为了解美国家庭健康状况 和整体经济前景提供了最新的窗口 据悉 90%的美国人口 居住在沃尔玛超市10英里范围内 沃尔玛称消费环境总体稳定 因此上调了本财年的指引 投资者似乎压注 随着沃尔玛全力以赴 该零售商将超越这一指引 来看一下机构的动向 全球最大主权基金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 公布了最新的投资列表 微软 苹果和英文达是其三大重仓股 截至上半年末 该基金减持了Meta 诺赫诺德 阿斯曼尔控股等 还对一些能源股进行了加仓 高盛方面 第二季度大幅增持 微软 苹果等科技巨头 布局比特币ETF超4亿美元 花旗方面 第二季度减持英文达加仓苹果 大局卖出各类ETF期权 富贵银行第二季度重新加仓 七巨头 大局买入纳指100ETF看跌期权 对冲基金二季度持仓大变化 华尔街大型对冲基金 陆续公布二季度最新持仓数据 这些机构大佬都在卖啥买啥呢 据媒体统计 今年第二季度 在人工智能热潮中 对冲基金重新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他们继续增持每股大型科技公司 比如苹果 苹果公司在今年二季度的市值增幅最大 吸引了对冲基金 近买入超过850万股 不过今年二季度 巴菲特对苹果持仓砍半 博切尔减持投号重仓股苹果近3.9亿股 桥水二季度也门砍苹果持仓超7成 与此同时 对冲基金重新调整对AI相关公司的持仓 多家对冲基金公司 不约而同的减少对英伟达的持仓 从该股的疯狂上涨中获利了解 减持英伟达之际 对冲基金增加了亚马逊 台积电等其他AI相关公司的参考 此外有数据显示 微软被140家对冲基金减持或清仓 成为数量方面的减持之最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 亚马逊被166家对冲基金增持或减仓 创下该公司的历史记录 来看下一家 耐克盘前涨超4% 二季度获对冲基金潘兴广场建仓 值得注意的是 时隔一年多 亿万富恩投资者 约尔·阿克曼又出手了 这次他瞄准的是耐克和布鲁克菲尔德 这也是阿克曼在2014年第一季度 买入谷歌姆公司阿尔法贝特后 再次出手新增持仓 自今年1月以来 耐克因受到美国整体消费疲弱 以及竞争对手的围剿 股价至今累计下跌了26% 管理着170亿美元资产的阿克曼 此次出手买入耐克 似乎认为耐克的股价 已经跌到了合适买入的低位 这对耐克股价形成了一定的支撑 阿克曼最喜欢通过借助股东的身份 来推动相关公司的变革 进而实现自己的投资回报 这次抄底买入耐克 后续动作值得关注 就耐克基本面而言 其估值似乎很有吸引力 交易价格接近52周低点 股价远低于其5年平均市盈率40左右 至少从市盈率的角度来看 表明它已经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 而且目前竞争对手的相对估值 高于耐克 目前耐克有两大担忧 第一个是它变得过于政治化 并疏远了许多客户 但是公众的记忆力很差 很多问题都被夸大了 然后就会自行解决 政治潮流来来去去 好的公司会克服困难 要么通过公众舆论的改变 要么通过历史记忆的淡化 要么通过领导层 方向或立场的改变 要么通过产品系列的提升 第二点 竞争对手的部分产品更为优秀 因此失去的信力影响了增长 但是事实上 从市者的角度来看 耐克比其最接近的竞争对手规模要大得多 耐克的庞大资源使其能够迅速跟进 并抵御猛烈的攻击 特别是这次奥运会上压住队员的成功 体现了耐克出色的营销策略 从财务状况来看 耐克的财务状况非常强劲 净债务非常低 手头有超过百亿美元的现金 耐克近期的股票回购力是良好 派发的股息已经持续了大约22年 且股息一直在增长 近期股息增长略有放缓 但仍然具有信力 他们拥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投资 同时也能抵御任何经济低迷 手头的现金甚至足以收购几家最大的竞争对手 总之 耐克目前面临的风险似乎是可控的 而且其基本业务也具备持续增长的条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巴菲特的最新操作 如财报所示 股神巴菲特二季度大幅检视 对科技业的交代押注苹果 亲近监管文件显示 当季还清仓了将近四年前 罕见参与打新入手的云计算明星Snowflake 最近五年 Snowflake确实让人失望和一言难尽 巴菲特也选择了离场走人 这符合他提出的 五年是判断投资对错的合适时间 三年是最短的时间 五年足以反映很多变化 Snowflake的股价跌至年度低点 该公司其实是人工智能叙事的受益者 但向人工智能功能的过渡 导致了未来销售的不确定性 同时成本也在上升 加上业绩糟糕 未能实现每股盈利的目标 公司的业务增长数据一路下滑 和高估值不匹配 更令人担忧的是 其存储的数据遭到了网络攻击 对此 美国电话电报将不得不通知 1.1亿客户数据泄漏 所有种种问题加在一起 遭到市场抛售 已经不足为奇了 不过好消息是 由于是预付费 公司现金流状况较好 如果要翻身 需要修饰增长 重新回到正轨 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公司之一 在人工智能领域 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Snowflake再次加大了 人工智能产品的开发力度 但新的人工智能功能 要到2026财年和2027财年 才会受益 股价来看 如果重新修复140美元 才有向上的动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 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新闻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